这三个点,它是荧光的,看上去是白色的 这三个点的中间那个点对上这个红色的十字 对上红色十字 完了,把锡盘放上去 放贴纸 手稍微扶一下,然后 然后,把锡盘压就可以了 这样就行了 另外,放到第三个点面,然后到这个地方 到这里点下转 然后把这个镜片放上去 汽铁石朝上面 汽铁石朝上面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是选择镜片材质的 CR390 PC 这个是没有玻璃的 嗯,这个就是三轮的那种 然后这个是 无框半框 然后这是全框 在尖尖的 全框 这是全框的三个位置 前面中间后面 加一个手动渐变 这是全框的三个尖槽的位置 这是全框的三个尖槽的位置 就是你看 你这个镜片的侧面 尖槽 这个是半框的 半框拉丝的 嗯,这个是抛光 实线是抛光 虚线是不抛光 就是你镜片上面的那个位置 你可以选择不抛光 然后这个是压力板 因为你下面需要开槽的 比如说 放水磨的话 就有一个放花档 这个是放花档 常规的镜片 就有一档 就是写的 这个是那个镜片的直镜 大于80的小于80的 输完之后 按这个OK就可以了 因为它在沿沫过程中 所以我就觉得 所以为什么 你不愿意的好 什么 大于你的地方大了 好 你不想好的消费 什么 你不愿意的 基本上 其他的 像猪肌啊 还有猪肌啊 你们一天换一次 水就够了 然后玻璃的话 因为他的加力特别厉 建议客户就是说 每磨一次 一定要做水 每次都换一下水 一天换完整个的水 一天换一天的水 一天换完六支 一天换完整个水 一天换完整个水 买完整个水 一天探完整个水 一天换完整个水 等会有一个波马档 要扫描晶片的机弯 这个3D眼镜是必须要扫描晶片的机弯 但是像有些2D的话,它可能啊 这可能是什么东西 是1D咖啡的 4D咖啡的 1D咖啡的 2D咖啡的 这个是不带泡装的 没有什么泡装 然后按这个松开键 松开就可以了 这是右眼睛做完了